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eg大叔 今天來到中和區水源路的阿水越南美食 那這間店在Google地圖上也算是蠻有名的店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然後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但是評論裡有蠻兩極化的 有人說好吃,有人說不好吃 好,那這是這裡的菜單 感覺上好像有漲價過 因為我在這個 之前的實際上看到是每份巴士 好,那這邊有寫 有越南麵包油飯 然後還有英文字喔 好,那牆壁上的話 就是他們這邊這個有照片的菜單喔 好,那下面這邊還有 還有這個飲料類 老闆娘,你好 那我想要那個金鞭河粉 好 請問他... 嗯,對 其他裡面就是有那個什麼豬肝那些是不是 對 市井的 市井的,嗯哼 好,那請問這家店的營業時間是... 六點早上到六點晚上 好,早上六點到晚上六點 有工修嗎? 沒有 喔,這樣 那請問這邊的越南咖啡是什麼 越南咖啡是中間咖啡那個 啊哼 好 他是用煮的,煮出來的嗎 對,一定一定的 喔,這樣 好,那我要一杯那個越南咖啡 好 不過那一杯是多少 蛤? 那一杯是多少,沒有寫價錢 喔 那可以請問,那咖啡一杯是多少嗎 那咖啡一杯是多少嗎 喔,好 那總之就是看到這個 用布把冰塊敲碎喔 所以就是煉乳加上黑咖啡 喔 應該是第一次看到怎麼調這個咖啡喔 蠻酷的 好,那這個 金邊河粉就好了喔 可以看到裡面料還蠻豐富的喔 就是有 看到有豬肝 然後豬肉 蝦子 還有鞍唇蛋 那現在就吃吃看喔 老闆娘給我了檸檬跟辣椒 我現在吃吃吃看喔 噢,加下去之後 感覺變很香喔 好,先喝喝看湯頭喔 酸酸辣辣很清爽的感覺 好喝 感覺湯底就是豬大骨吧 好吃 夠酸再酸一點 真的很讚 這塊肉還蠻大塊的 剛剛那塊是排骨肉 好像有蠻多種肉的 這個應該是五花吧 酸酸辣辣的蠻開胃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 這個是蝦子的部分 蝦子也蠻新鮮的 這個是他們的河粉 吃吃看 有點類似十幾麵的感覺 蠻好吃的 一百塊醬還蠻大碗的 那Google評論說裡面 它這個湯有點油 我覺得還好啦 不會很油 蠻好吃的啊 料也蠻多的喔 一百塊也還OK 然後這個河粉就咕哩咕哩這樣 嗯好吃 嗯好吃 這可能說這裡面稍微小一點齁 只有三桌而已 然後 封就是電風扇啊 這樣小小的店 好不錯啊 就像這個媽媽的家庭式料理 很好吃 然後這裡面還有大量的豆芽菜 還有這個芹 好就是很多配料 好總之這個分數我覺得是90分 不錯 好應該算是很道地的口味啦 好吃 好那再來是這個 剛剛我們看到用那個 黑黑的那個調出來的這個 越南咖啡 它加上煉乳 應該就是蠻濃的咖啡 嗯 就是那個味道喔 苦苦澀澀然後帶著甜味 嗯 但是它這次苦的感覺 讓我覺得它是一個大概50出頭的女生 年紀蠻長的 但是 還有那麼一點點的女人味 然後 像阿姨一樣靠著你喔 然後跟你講說這個 它的過往 哈哈 嗯 但是它就是把你當作一個小孩子般的對待你喔 嗯 滿有趣的 好就是那個人生的精華已經到最頂峰了喔 那它其實也不需要男生的陪伴了 只是需要一個朋友般的存在 然後聊聊天這樣 然後聊聊天這樣 一個這樣很抽象的感覺 人生約歷很豐富的女子這樣 這個 已經有點是阿姨啦喔 好 不錯 好那分數是 80分 那以10分的百分比來講的話 它的苦澀味大概佔到5分喔 有點苦了 然後甜度一兩分這樣 算兩分好了 然後這樣是水的味道 算是濃郁型的咖啡 嗯 就看各位喜不喜歡喔 這次我喝到這個咖啡是滿濃的喔 好那最後這是這間店的名片喔 阿水越南美食 中和區水源路79號 它名片只有這一面喔 那個人覺得這一家店的東西 就算是CP值高啦 份量足 然後滿大份的 呃 那個河粉就像 那個Google評論上講的 就是滿像台式十幾面的感覺喔 但是它的風味上 又是越南的 食材上是台灣人能夠接受的味道 的食材啦 然後 越南咖啡就是 好喝特別 然後 道地 然後又不貴 好那各位有來就祝你用餐一塊喔 掰掰